朋友们好,我是心血管汤医生 我们很多高血压患者都在使用电子血压剂 那么电子血压剂对很多患者测量是比较准确的 但是有四种人他的测量不够准确 这四种人以后就不要再买电子血压剂了 因为电子血压剂它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 比如说我们测量的环境不一样 它的误差比较大 当人的心跳节律不规整的时候 它的误差也是比较大的 甚至出现无法测量的结果 那么我们哪些情况会导致电子血压剂不够准确呢 以下四种情况会导致测量的误差很大 甚至无法测出结果 第一种情况就是心防颤动 因为心防颤动它没有任何的规律 它的心跳忽快忽慢,强弱不等 电子血压剂测量的时候 它感受的压力不同 所以说测出的结果也会有很大的差异 甚至无法测出 第二种情况就是心防的扑动 心防扑动它也是一种常见的心率市场 当心防扑动的时候和防颤一样 它的节律也基本上是不齐的 所以说电子血压剂测量也会造成不准确 第三个就是频发的躁薄 当心脏出现频发躁薄的时候 就会出现心跳的快慢不等 并且当躁薄出现的时候 它会影响脉搏的压力传递 会造成血压测量的时候误差增大 第四种情况就是心跳过慢 当心跳过慢的时候 血压的测量同样会受到影响 因此心跳如果很慢的时候 这种血压的测量用电子血压剂 它也有很大的误差 以上四种患者建议大家尽可能使用水银血压剂 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注意 好,关注我,关注健康 朋友们咱们下期再见